1965年 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 巴基斯坦被印度打得差点灭国 关键时刻 五国挺身而出 毛主席仅用一招就让印军陆皇而逃 吓得美国赶紧出来调停 那么毛主席究竟用了哪一招 我国又为何主动出手 帮助当年亲美的巴基斯坦呢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矛盾由来已久 18世纪时 整个印度半岛都沦为了印国殖民地 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摆脱殖民统治 当时英国最后一任印度总督 决定将印度半岛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地方 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化过印度 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 原本这个方法十分合理 但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间的 一块叫克什米尔的地方 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这里70%以上都是穆斯林 他们想加入巴基斯坦 但是克什米尔的领导人是印度教徒 更倾向于加入印度 正因如此 印巴分治时 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家没多久 双方就开始大打出手 当时印度的领导人是尼赫鲁 他不断对外扩张 企图建立所谓的大印度联邦 1947年10月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 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也就是第一次印巴战争 当时印度出动了4万多人 巴基斯坦出动了5万多人 别看巴基斯坦人多 他们基本上都是部落武装 每人一把枪都做不到 而印度这边拿着的 可是正儿八经的英式装备 凭借着强大的武器装备 印度一路长去直入 还好克什米尔的群众 站在巴基斯坦这边 让印度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不过总体来说 还是印军占优势 双方打了一年多 最终在1949年 联合国出面调停 双方按实际占领范围 划分停火线 最终印度占领了 克什米尔70%的领土 以及400万人口 巴基斯坦只有30%的领土 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让印度彻底膨胀了 他们直接把目光 放在了我国的身上 1962年 印度提出了一个 所谓的麦克马红线 公开向我们所要 中印边境的12万平方公里领土 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国果断拒绝 没想到恼羞成怒的尼赫鲁 放出狠话 要用军事力量教训中国 当时的印度 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背后还有美国苏联 两个超级大国的知识 战斗开始前 我国严阵一带 所有人以为是场恶战 毛主席更是亲自点将 派出张国华将军指挥 结果刚一交手 就发现印度须有其表 因为缺乏大规模战争的经验 当时印军的阵型十分混乱 火力配置头重脚轻 解放军一个穿插 就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 印军各级指挥官 连自己的部队都找不到 当时最离谱的是 三名解放军 居然追着印军的一个炮兵团打 别人非但不投降 还胆敢向我还击 就出自这三名战士 战斗刚刚进行了32天 就宣告结束 这次失败 让印度颜面尽失 为了找回面子 他们决定找个软狮子捏 于是发起了第二次印巴战争 准备抢占克什米尔玄境 但这一次 我国突然出手 再次让印军吃了个大亏 1965年 巴基斯坦被印度打得即将盲国 毛主席仅用一招 不费一兵一卒 就挽回了巴基斯坦的颓势 还吓得美国主动出来调停 1965年8月 印度在两国停火线一带 集结了六个师 当天晚上 向巴基斯坦发起了偷袭 短短几个小时 印军就占领了 巴基斯坦一线守军 集结败退 很快就退到了亚克尔运河边 靠着运河天险 双方才僵持下来 但这已经是巴基斯坦首辅的 最后一道防线 只要印军突破了这里 接下来就可以长距直入 一路直取巴基斯坦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 巴基斯坦赶紧向美国求助 当时美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 还算不错 但是美国直接拒绝 因为他们跟印度也是盟友 现在印军占据着绝对的胜利 万一武器补给送过去 还打不过印军 这不是赔本买卖吗 与其资助巴基斯坦 不如帮助印度 美国表面上说 不好插手印巴两国的战争 被地理偷偷地 往印度送武器资源 原本巴基斯坦 就不是印度的对手 现在印度还有美国援助 巴基斯坦的武器库存 飞速减少 要不了多久 就将淡季粮绝 无奈之下 巴基斯坦 只能向周围的中东国家求助 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印度的后面是美国和苏联 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当时得不到援助的巴基斯坦总统 说了这么一句话 巴基斯坦已经被世界遗弃 他们的国民更是坠坠不安 不少人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远走 异国他乡 就在这种危急时刻 巴基斯坦向我国发出了救救信号 对于我国 他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因为当时中巴的关系非常平淡 巴基斯坦亲美 而我国跟美国的关系非常恶劣 所以两国一直保持着界限 并且中国当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 三年困难时期刚过 外部还有苏联在胡适担担 但是在接到巴基斯坦的请求时 我国果断答应 给予帮助 毛主席紧急调了一批物资 其中包括了各种医疗物资和武器装备 还有一个神秘武器 那就是59式中型坦克 这个坦克的时速高达50千米 装备一门100毫米 线堂炮和三挺机枪 每分钟能发射七发炮弹 可以轻松击垮英军的百夫长坦克 并且专门配备了夜视仪 在夜间战斗毫无问题 除了火力强大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维修便捷 驾驶方便 巴基斯坦士兵 只要有坦克驾驶经验 就可以轻松驾驭 因为当时我国59式坦克的库存不够 毛主席直接下令 从现役部队中抽调 1965年9月 中国援助的武器和物资送了过去 但只有武器的话 还不足以让巴基斯坦击败印度 就在此时 毛主席下达了一个命令 直接扭转了战局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 巴基斯坦一败涂地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我国果断出手 毛主席仅用一招 就让印度落魂而逃 更是吓得美国亲自出来调停 给巴基斯坦送完武器之后 毛主席知道 这还不足以帮助他们战胜印度 于是又下达了两个命令 第一向印度方面发电 要求他们拆除中西边界所有攻势 并停止一切入侵行动 第二就是出兵 集结于巴基斯坦 中国印度三国边界 原本收到消息 印度还不想拆除 因为这里是印军的补给点 一旦拆除 前线的物资就要绕路才能送过去 但是看到中国出兵的时候 印度高层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三年前 中国军队给他们留下的阴影 还立比在目 他们赶紧拆除了攻势 并且将前线的部队调回来了一点 用来防备我军 巴基斯坦的压力一下减轻了不少 原本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晶的地步 现在我国不仅送去了武器 还帮他们牵制住了一部分印军 1965年9月6日 趁着印军放松警惕的时候 巴基斯坦发起了反击 他们成功掌控了制空权 靠着空中的火力支援 巴基斯坦初步扭转了战局 吃了亏的印军十分不甘 十天后 印军全军出击 派出了400多辆坦克 向巴基斯坦发起了总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印军 巴基斯坦全力迎敌 出动了我国的五九师坦克 印军那边的百夫长坦克 根本就不是五九师的对手 再加上巴基斯坦掌控了空军 很快就压制住了印军 战斗激行了两天 印军被摧毁了120多辆坦克 整个部队几乎都陷入了瘫痪 不得不停止了进攻 眼看着拿不下巴基斯坦 印度开始向美国求助 希望美国出兵 打击巴基斯坦军队 然而对于这个要求 美国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因为我国已经放话 如果美国出兵 那么解放军也不会坐视不理 到时候中美再打起来 很有可能像当初的朝鲜战争一样 朝鲜战争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美国当然不敢轻举妄动 眼看着印军一路败退 美国炸了出来 将印度施压 与巴基斯坦进行和平谈判 当时巴基斯坦已经取得了不小胜利 再加上他们与美国的关系还算不错 于是就同意了和谈 1965年9月23日 印巴两国全线停火 此时的巴基斯坦彻底看清了美国的嘴脸 他们开始和中国接触 中巴两国的友谊迅速升温 在国际问题上 巴基斯坦不留余力的被五国说话 五国当然也是勇权相报 给他们送去了各种新进武器 靠着中国援助的五九式坦克 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 中创印度第一装甲师 击垮了印度100多辆坦克 别看印度后面有美国援助 损失了这么多坦克 他们也是肉疼 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 巴基斯坦再次向中国订购了大批的五九式坦克 几年后 我国修建直通巴基斯坦的公路 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 不仅改善了中巴之间的地理阻隔 同时也打通了中国直达印度洋 瓜达尔港等港口的陆路通道 对此 巴基斯坦也是投桃报李 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1969年 尼克松上台后 开始寻求与中国友好合作 但因为当初的各种冲突 两国之间根本没有沟通的渠道 就在此时 巴铁站了出来 当时的巴基斯坦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1970年 巴基斯坦总统伊海亚访美 尼克松就请他作为中间人 在伊海亚的帮助下 尼克松成功访华 什么